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這道菜 其實是其中一道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一個KIDO PANCAKE 就是生酮時可以吃的Pancake 大家都知道當你做生酮的Diet的時候 不可以吃澱粉 又不可以吃糖 所以一定會很掛念甜的東西 今天介紹給大家的KIDO PANCAKE 就適合吃生酮飲食法的朋友 先講講它的材料 首先我會用四隻雞蛋 我會用Coconut Flour 代替普通的麵粉 另外有Cream Cheese 有雲呢辣 蒸油 有Baking Powder 有代糖 今天我會用無花果糖 我們生酮的朋友都可以吃的 另外有無糖的Alma Milk 最後會加上Cinnaman Powder 肉桂粉 很香的 吃Pancake 當然要放一些Cream 才好吃的 Cream 通常都是有肥又有糖 所以今天我只會用這個Full Fat Cream 其實Full Fat Cream 裡面是沒有糖 但是High Fat的 我發它的時候會放一些代糖 讓它有甜味 現在就可以開始做了 首先我們會把雞蛋 打進攪拌機 再加上Coconut Flour 之後我們會放Cream Cheese 洋醋 還會加上Cream Cheese 在同時 完成 應該有一點 拿進狭发杯 好 接著 剉 麻油 攪拌均勻 攪拌到完全均勻後 就可以將這個混合放鑊煎 首先我們就像平時煎食一樣 先把鑊放鑊 之後就會下油 今天我會用Coconut MCT Oil 因為這個對我們身體好 老婆好和生酮也是非常適合的 等油滾了之後 就可以將這個混合放進煎鍋裡 因應你自己喜歡的尺寸 通常我會做到跟鑊的尺寸差不多大 然後就不要動它了 等它一邊 你看到差不多熟 就可以翻到另一邊 翻到另一邊的時候 就繼續煎 煎到另一邊熟透就可以上碟 這個這麼美味的Pancake 就完成了 到最後我就會加上這個 無糖 零卡路里的Pancake Syrup 那吃多少都不怕肥呢 那我吃東西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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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